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学义 饰演的是浩晨 百灵帝君 其实他不是邪吧 不过是一个大爱小爱的问题 他们可以轻轻挨挨 那我只能去维护正道创造 三界的繁荣 还是要去保护三界 我觉得他唯一的错就是 他可能太过执着于 为了三界 然后去怎么样 以至于忽视掉了很多 原本其实很正常的男欢女爱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还是他有每个人的使命 他在每个位置上 他就要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百灵帝君呢 他是三界的三界之主 那他做的肯定就是为了三界 那他如果不管三界去谈恋爱的话 这就乱了套了 所以那他们可以去谈恋爱 但是我不能 我得为了三界去做一些事情 对 对对对对 被刺特别难 我被刺老大难 然后每次一看浩辰又要给全体洗脑了 哎 头疼 就很烦啊 大家谁比谁傻啊 一看就是在故意去说一些东西 就洗一些脑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看就是很瞧不起的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别人对于这个好 那个浩辰 完全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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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其实也是就是为了这个三界 因为他白地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没有一件是为了自己做的 他不会说为了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就去做什么 而是为了三界 为了这个正常 三界正常的运转 我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是浩辰对于先机呢 他就是保护者 就我要指引他 我要带领他 我要带领他 我要带领他重归天界 让他在第十世的时候安安稳稳地度过 然后让他重新回归天界 对于白地来讲 他是我曾经的好朋友 我对他身上肯定还是有这个感情在里面的 我同时我也很不舍他 他不单单就是我天界的一个工具人 对 我现在就觉得刚才还在说呢 三十岁了 嘴怎么那么碎呀 就开启了无尽的吐槽模式 因为到上面就特别缺氧 然后我就记得有镜头对着我 巴拉巴拉说了好多 那具体说了什么 就是直到第二天睡醒了 我说好像唠叨了好多吐槽 然后他们就一见我就笑 没有没有 其实真正去爬 就得爬了两天好像是 有一天我爬到山顶了 我们是爬到那个 我们是坐那个缆车到中间 然后又爬了三个小时到山顶 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 不食人间烟火这个感觉上 还有比较这个霸气的感觉上 可能就是熟练度可能已经点满了 唉 想演个现代戏 不想沾头套 吃吃西餐开开跑车 喝喝咖啡一天的戏就演完了 它不香吗 在一部剧里面肯定有几个人 要充实这样的角色 有人要去演反排 有人要去演爱而不得 有人要去演深情男 有人要两个人给我们撒狗粮 那如果对吧 这个别的你都不想看 都那个你就看那个 就二十集不就完事了吗 还用讲那么多吗 对吧 所以一个戏丰富多彩 就是因为它的人物很多样 嗯 觉得就是交给我的每一个角色 我都尽量去体会 然后把它用心的诠释出来 就ok了 习惯了 真的习惯了 没有它其实还好 它不是分事两句 它带着那个记忆 它下了饭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人 它只不过就是在凡人的时候 它懂得掩饰自己 把自己化妆成就是一个普通的师兄 就是什么都不想 就是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走开 然后 就是活在很享受生活的这么一个人吧 您觉得我有 我倒应该有点 诚意 我跟他合作的不是第一次了 他一直都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 怼 别怼 怼天怼地怼空气 尖着什么怼什么 巧了吧 看着我也不像是那种 腹黑 没有 成不深的那种 巧了吧 长了一张金玉玺的脸 就看经常说什么让浩晨下线啊 什么怎么样 下线了 就是那也没人挑事了 这二十集甜宠就完事了 还是得有那个去挑事的 然后才能给他们造成新的那个 事件点 让他们更加甜蜜 应该就是 会有那个 枝解罗侯基督的一场戏 对 那场戏其实拍的还挺 陰森恐怖的 他没有具体的动作去说怎么去枝解这个东西 但是他的 语言包括他的状态无时无刻都在告诉你 我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一开始他是拍了两个版本 一开始是 拿一个白色的灯光 就是天界的灯光 然后呢 我的那个状态可能是就比较 变态一点的 但是到最后又变成那种红绿色的光 本身就是很阴森的那种的 所以你就不能 你要继续调整 我就把自己就是这个内心的这种情绪 给它提升到极致 但是脸上的表情其实是很少的 用很多微表情去处理 不看我从来不看红皮片 我胆肥小 谢谢